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究極龍寶石5 上次講到應該是打完這個究極聯盟 之後我就再打一次 今次就好好地清潔到那個帳號 現在應該是要回到大午那裡 好 這個沒有W 回來了,沒有受什麼傷害,跟歷代冠軍一齊切磋 切磋完了,帳號都沒有 在這段期間聯繫了阿金和克利斯 他們應該是正在來的,具體的事情再講 就是成都那兩個 你說有阿銀的消息 收到你的消息我馬上過來 這幾個月都聯繫不到,阿銀呢? 好 接到李拉的消息很強地把我帶過來 快點叫阿銀出來吧 這裡有很多筆數要跟他計算 當初各好一齊來封圓 結果在上樹前一天突然說什麼有麻煩事 叫我們先去封圓他處理完事再過來回合 結果失去了聯繫 我們都指人一邊在封圓調查究極之洞 以及一邊等待阿銀的回應 所以你說有消息是什麼? OK,回報了,已經跟了火箭兵群走了 什麼?阿銀的父親竟然在首領版木 看來那個時候,銀應該察覺到火箭兵團的行蹤 獨自一人前去調查 就是,那家伙的性格都是這麼孤僻 明明告訴我們一起去就可以 非要獨自面對 不過幸好找到他的足跡 有個目標就好找多了 就算是火箭兵團,我們都會再次打贏他們 將阿銀帶回來 我們繼續調查各地的霸主精靈 其實我未玩過霸主精靈 聽說他們跟究極之氣有聯繫 或者可以幫助到這個究極之洞 OK 阿銀有禁信任他的火箭一定會出事 剛剛德文研究員發消息 快點你看一下 德文研究員,外面這傢伙 在和歷代過關訓練的時候 我們成功找到波動的規律 他們似乎正在追逐什麼 結合風圓地形地貌多項數據 發現到波動出現的地方都伴隨著異常天氣 更準確的話,它是跟隨著異常天氣移動 可惜我們沒有專門監測天氣的設施 是嗎? 這只是麻煩你走到119號道路研究所 OK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在119號道路研究所那裡 偵測一下哪裏有天氣反常的地域 嗯 118號的某處好像有些究極的氣體還是什麼 118嗎? 咦,藍塘花 118 OK 我們看看118是有什麼特別 嘩,即是有個洞在這裡 好,我先去消災你 6...6之佛 好 哈哈,同快這個大程一點的加值你贏不到 熟悉的聖誕不打到最後怎麼知道天氣王用地震 哎呀 不是,噴火塔用熱風 你燒傷了天氣王做到什麼 天氣王不好,為什麼我會輸 看來你很想要力量,可惜你不明白精靈強大的方法 看看你的覺悟 想令精靈變強潛往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 啊? 蛤? 你竟然真的是你 誰來的這個 自助裂空作平息了,古拉多和過優卡的紛爭 返回了自己的巢園 但以蘇星的姿態伸援 赤艷蟲 看不出來 他們的情報果然沒錯 追逐江漢天地,尋找古拉多所作的洞窟 還有你會出現在這裡的事實 讓我看看你的實力 不要把我和這裡的水不同混在一起 機會難得嘗試紅色寶珠的力量 為什麼要跟他打我看你 起了反應 然後什麼馬 竟然受到完美的控制 他應該是超古代那種 看來那男人說的正確 新生火岩隊毫無意義 我將使用古拉多的終結之力來開闢屬於我的大陸 你將會是第一個箭腳石 這個尺焰蟲是其他地區尺焰蟲 好,第一隻是大陸犬 哦,是大陸犬 先下個反射壁 吃毒,沒問題 妖精 妖精的 嘩 嘩 頂啊 這樣守護 氣炸他 OK 嗯 嗯 班格拉 是大陸犬 地震 我也猜到他一定會換蟲 其實老實說 OK 我們用咬水 大陸犬已經咬水 嘩 始源狀態 變成太陽狀態 古拉多的特性好像是連下雨都改不到 不是 可以改,但水會變無效 對 我們換一隻大嘴 改天氣 我記得應該改到 改不改到 改不到 改不到天氣 不要緊 我們用暴風 會有命 對 對 班格拉是不是還是改不到天氣 改不到天氣 這樣有點麻煩 因為我對這個 這個 ORAS的神獸真的沒有記憶 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我不太清掉他的特色 即是說 其實他這個始源狀態 就沒有辦法改天氣 只有神獸才可以 即是改喬卡 有些才可以 但沒問題 對面要輸 很可惜 贏我不到 終結之地的夢想 有一次被阻止 你的實力真的超出我的預期 就是要這些實力才有意思 難得這裡的水不同 都被你打擊到想放棄 真的有意思 我們還會再會 珠紅色寶石 咦,我又可以捉這個 始源精靈 是嗎 試試 真的 不是 那顆寶石是用來幫他原始進化 OK 這70多 我們用岩分打打他 OK 沒事 嘩 一球入魂 我們在過休 我們的古拉多 一球就已經入了旗下 強烈的陽光似乎平靜了 好 這個洞窟也消失了 對,125號寒度有大雨 這個 我猜是這個 好未見 這個 突然之下一個這樣的地方 一定在這裡 海之斧 在這裡 OK 我怎會輸給你 電擊魔用電擊拳 究竟這個聲音是誰 既然不相信 那據阿沙斯用攀瀑布 這個是水不同 什麼 電擊魔 一二再再二三失敗 需要一些實力 看得出你對強大力量的渴望 可惜你找不到正確的方法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這段是什麼 這段是 這段是水不同 跟某一個人說 然後那個人就會 為了令他變強 而跟隨他加入某個 團隊 對 真是找他的方法 好 所以這裡不會看到是哪一個 應該遲些才看到 嘩 郭尤卡 好 阿爾法的始源象征 阿爾法始源象征 掌估所有海洋的深海之王 超古代的職靈 果有卡 居然真是棲息在這裡 那個王法四眼仔 竟然說對了 王法四眼仔是誰 不知道阿克羅馬 還有你 把木居竟然給我天大的驚喜 今次都要阻止我 不要看死我 我跟這裡的赤艷蟲不一樣 為什麼這裡的赤艷蟲不一樣 即是說他們是其他士翁來的 即是究極凍月的 不清楚 好 國五之力 跟你 根據文獻記載 控制著郭尤卡的關鍵 就是這個讚藍色的寶石 定名電藍色 寶石中的能量 還可以令郭尤卡進行原始回歸 那個王法博士竟然沒有欺騙我 不過現在不急著強勇漢將這個海洋 讓我看看你的實力 用這個始源之力 將你第一個衍門 很容易 很容易 這個有點危機 因為它是毒 但污泥是攻擊的 回到拉 Mega進化 地震 哇 立刻出了這些寶石 不要緊 我們出尖攻 應該就出了 他穿郭尤卡 Guiar沙 死了 這裡不夠快 水流噴射 水流噴射 還要圓了沙塵寶 你魚龍吧 我覺得這個Guiar沙好像贏不到我 嘩 這麼痛 什麼事啊 飛跳 會有擊中 但不要緊 OK 這隻 這隻 這隻不可以用飛行打 即是用咬打 咬不死啊 龍流地鼠 我記得應該比他快 快 地震 來了 不錯不錯 我承認另一個實力 這和精靈之間的強大基本引領你們得入故宮的殿堂 甚至連超古代精靈都可以戰勝到 實在有趣 讓我拭目以待 OK 他們不要的精靈我一一收復了 傾盆大雨似乎消失了 還有 欸 完了 捉了這個火系 不是火系 是這個掌管大陸和掌管海洋的 封完地區兩隻神獸之後 我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呢 不清楚 因為第三隻 也真的裂空了 我們已經有了 OK 也就是說 已經捉了 可以回去回報了 我們又做完一個任務 先 大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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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有什麼報告 這個有沒有報告 這個 這個搞定了 所以其實沒有特別 那這個呢 啊辛苦了 在我們看究極之洞的事件的時候 還發生了一些完全沒有關係的事 真的有點忘記 找密丹的話 他去了找賭罪之神 想不到在流離事件之後 火岩洞和水岩洞 竟然還沒放棄 不過這件事件也有點奇怪 你所聽到的戰鬥聲響是哪一回事 啊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事件 在你到達之前 有什麼人跟他戰鬥呢 他們口中所說 這裡的水岩洞和赤焰床 又是哪一回事 啊 這裡呢 就說中了剛剛所有的疑點 一開始我說 為什麼他會說 這裡的赤焰床和這裡的水岩洞呢 還有為什麼他們會說 嗯 為什麼他們 跟哪一個說話呢 明明他們提到的對方 當時都不在現場 還有令精靈變強的方法是什麼呢 米團越來越多了 不過繼續調查下去 逐一天可以明白一切真相 繼續調查 哈哈 有沒有方向啊 西爾佛 大師球 給我一個大師球吧 沒什麼特別的 這些是什麼人呢 索南斯 啊 這個是尹石那個 還是國際營營 沒有特別的 這個人也是國際營營 這個呢 這個也是 嗯 欸 剛剛檢測到宋神火山 究竟知道出現劇烈波動 啊 我們在手上 宋神火山 宋神火山就是我們之前曾經想上去的一個地方 但是 是不是因為還沒觸發劇情 所以我們不能進去 好 我們來到宋神火山的頂層 現在也有帶到科斯莫姆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究竟是什麼東西的劇情 好 這裡呢 看本也是新的地形 喂 有隻 這隻叫什麼鬼 UB 欸 怎麼這裡有個人呢 究竟調查 原來是這樣 科斯莫苦愧大者 我們究竟調查隊 一員 達爾斯 沒錯 我們居住在究竟空間 所以膚色跟你不一樣 最近究竟空間發生了一些大事 由於其入侵者為了報獲光輝大神入侵 侵入了我們關押他的究竟靈地帶 即是光輝大神所住的地方 狂部的內克洛茲馬趁亂從入侵者當中逃出 但被入侵者從床分散的光之力抗散在某個地區 於是光輝大神為了匯集分散的力量 破壞了究竟空間的次序 打開了大量的究竟之動於世界各地 甚至平行時空 如今我還調查一隻侵者的去向 什麼啊 你見過內克洛茲馬 還有你追捕的人 竟然可以操控究竟異獸 跟一千年前的英雄的名字很相似 謝謝你的情況 我分享給你吧 究竟異獸在這個究竟空間都是非常常見的精靈 然而似乎視這個內克洛茲馬為主神 在我們的究竟大都會當中都會稱之為光輝大神 據說古代時光輝大神為我們的祖先帶來光明 貪婪的人奪走了他的光之後 將他的囚禁在究竟靈地帶 如今封印已久的光輝大神已經完全解禁 變成了光之略奪者 在奪回失去的光之後 想必都會對人類進行報復 在那個之前我們必須要找到他 OK 讀貝比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物種 讓你好好了解究竟異獸都不是全部可怕 OK 讀貝比 好 我們逐個逐個來吧 這個是出去的 所以我們要去應該是這裡三個 我們去這個看看 滿月島 滿月島是美夢神 是吧 滿月島美夢神 這些我們不理他了 這個 這個森林雪拉比 時空的守護者 你不知道是什麼 穿越時空的雪拉比 沙漠遺跡 誰跟沙漠遺跡有關 又要穿越的 嗯 這個回去 咦 那就是他還有東西 沒理由 沒理由這樣穿一穿就沒有 咦 是不是這裡有神獸 真的 霸主嗎 這隻 發出攻擊 應該是霸主 這隻 咦 不是啊 色圍 26莎 行了 好 我們成功收穫了這個色圍的26莎 但是 應該單純色圍而已 那沒什麼特別吧 旁邊有些古文 有些凹凸 不知道有什麼用 好 我們來了 其實要打一打這個 相信如果要通往劇情 這隻應該是必須要打的 根據上次打的UB爆炸頭 這個要打的 還有我們沒有UB爆炸頭 不過好像有觀眾留言告訴我 怎樣拿UB爆炸頭 我遲些我會回去拿 OK 但我們遲些先 先調查別的舊的空間 調查完 要先抓完 不是吧 好 我還沒看到 這裡有些特別的劇情 為什麼要過來這裡 沙內朵石 還要滿了 還要滿了位置 要扔東西 這些 其實沒什麼用 有很多都沒什麼用 這個吧 吃掉吧 沒有者 那些人發現你116號到我掉下來 在這裡睡了一天 但是看到你 好像發了一個好好的夢 你就放心 回到這裡 我隊裡沒有飛翔的精靈 又要這樣回去 好 我們回來了 現在我們看看 已經大部分都抓過了 現在可以 是不是可以過去這個 這隻東西的後面 因為我的劇情大部分都預算 對了 槍之柱 槍之柱 槍之柱好像是 低亞魯卡那些 銀河團 光系 光系 班格拉 什麼鬼 人士 偶心 偶心 路牌 插黑 就會變成 飾飛的東西 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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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日大人的計劃我們是不會讓步的 跟漢方赤日大人的計劃我們是不會讓步的 跟漢方赤日大人的計劃我們現在馬上就要成功 我們只需要拖一些時間就可以做出完美的新世界 我感覺到前面有一堆很強大的時空力量 我們快點破壞他 速戰速決 沒想到還給了這麼多藥 是來幫忙的訓練師,我們擋住他 這裡也真的是以前的時空 因為希羅勒已經是我們的時空見過 但這個時空還在發生銀河神怒地區的事件 也就是斜日打算操控蒂亞魯卡和帕魯奇 打算統治這個世界,好像是創造一個新世界 我不太記得了 創造新宇宙的準備 以三隻湖中精靈的結晶造成紅色鎖鏈 這個就是他的故事 一直等待這一刻 蒂亞魯卡 將這個世界創造出來的時間和空間二重的螺旋 以後將你們用了的力量化為我的力量 創造新的銀河,新的世界 究極的世界,為了創造出一個完全的世界 心靈這些曖昧的東西,不完全的東西同意全部給我消失 果然,智慧之神,意志之神和感情之神 為了保護神怒可憐的精靈都離開了 精神象徵三隻湖中的精靈都集合 這個正視時間和空間的精靈 任何一隻都保持平衡的精靈 蒂亞魯卡和柏洛奇兩隻同時出現 象徵著邁入神皇的領域 極複雜 我將你們想做的事實,進行反愛的事實全部撥除 怎麼說呢?象徵所有的心都會消散 從你開始,我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 這個是甚麼氣息,有甚麼在我發怒 這是甚麼反物質 好愚蠢,既然妄想操控擁有 蒂亞魯卡和柏洛奇兩隻神獸的我 既然還想挑戰我 反轉世界 甚麼回事,抱歉我們還是擔不太多時間了 好,還有另一隻精靈 擁有不輸給蒂亞魯卡和柏洛奇亞的力量 據說在另一個世界 而他就在藏匿那裡 OK,我們快去追情人吧 多謝你,我們是冠軍希羅娜 你放完你的新任冠軍? 不是大吳和米可利嗎? 好,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了 可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好,他還記得是甚麼大吳和米可利 但已經不是了,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時空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距離話事了 這個怎麼走呢 這個反越世界超麻煩的 這條路 還要解謎,我記得之前 好,終於到了 走得很久 超遠這條路,神經病 想不到傳說的精靈這麼強大 光是這條迷宮都走死了 不要說這甚麼這麼強大 差一點就贏了,你要小心 不知道為何在這個鬼地方 我們無法使用自己的精靈戰鬥 是陌生的面孔 不是吧,有新玩嗎? 這個是一個隨機的對戰 為甚麼你要改變世界 如果說這個世界是可憎的 你一個人去沒有人的地方就可以了 叫他自閉 為甚麼我要逃離這個世界 獨自去引氣 我要將心這個不完全的東西 從這個世界上消除 從而撞到這個新世界 這個就是我的正義 誰都沒有辦法阻止我 即使見識到這麼強大的力量 依然有勇氣靠近我 今天之前未見過你不水 好,我記住你的名字 就讓你認清一下這個神王的我吧 真的 嘩,什麼鬼 嘩,順風 順風還有Z招式 我們看看有甚麼精靈在身上 嘩,什麼鬼 自信過城飛行set 多隻 這個人每個人都不同 客房服務 我忘了客房服務的 甚麼道具 只是新更新的 嘩 嘩,廢到 功能 嘩,加物防減物攻 加特攻減速 你甚麼事 尚尚 尚尚 象尚鵬龍Z 我們先試試 可能夠打 OK,我們先看看 顫風先 怎樣打?兩隻都被人欺負的 記表空間岩石打磨 火焰,U火焰打 差點 E點後場 可能意外地很強,嘩,瞬間死了 有沒有一招雷技 冰色,怎樣了,神獸,冰色 三重攻擊,然後再加個冰色 冰色好像爆擊 OK,我們的自信過性 怕露奇,地獄關滾 然後冰色打 有機會 我們還有順風 沒有格斗技 黑雷武 龍武圈圈紅,有料到 我們開龍武,嘩 第亞勞卡 龍武,然後再加 水流烈火冰色銀色旋風 冰色先 冰色 噴煙 噴煙 噴全場 焦傷了 雅空烈針 喂,贏不到 這個 免獸隊友招式我看到他有 薄無球 情侶 電光 電光 電光電 噴煙 噴煙 啊 但是死了 有什麼用 喂 死了 會不會太難打 這個認真 好了 我不知道這個隨機是怎樣隨機化 好了 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下一集繼續挑戰這個隨機的戰鬥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隨機還是 已經固定了一定要用這一套去打 不清楚 下一集回來再見 各位 拜拜